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物联网跟互联网之间的差异 首先我们要讲物联网 因为这两个音类似 很多人可能听到物联网 你就会以为说是所有的网路 就是所谓的internet 其实不是啊 它讲的是一个物联网 跟互联网是不一样的 那首先我们要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讲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讲的O2O的概念 就是O2O就是 offline to online 或online to offline 就是我们今天连线状态 跟不连线状态之间的整合 它基本上来讲 强调的是一种多重重叠 跟顺圈变换的概念 假设比例来讲 假设你现在你在办公室 有没有可能 你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学 或硕士班的儿子在家里 你有没有可能你透过你的办公室 你在办公室你就把他叫起床 像这个东西的话 又或者说我们今天假设P来讲 我们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会设定手机嘛 对不对 但手机有时候你乱放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把他叫醒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透过一种 手环的方式 然后透过一种设定的方式 那他可以接受讯息 在震动的过程当中 就把你自己叫醒 这一个就是所谓的物联网概念 那物联网概念它用得非常广 大部分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用在设定 就是像举个例子你要回家之前 你可以从你家先把电锅打开 或者你先把洗澡水放好 又或者我们今天换一个例子 你可以先把冷气打开 让你回去就会很凉 像这样的东西 甚至of course你可以开关灯 所以既然可以开关灯 可以拉窗帘的话 你当然你就有办法把你小朋友叫起床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物联网 那物联网的一个特色 它强调的就是一个软硬体整合 跟人性之间的结合 那这东西也许大家不是很清楚 我举个例子 假设你大楼里面只有一个保全 那一个保全那重点你完蛋了 你如果两个保全是不是可以彼此备圆 那彼此之间怎么去备圆 像这个东西就牵扯到所谓的软硬体整合 假设今天你大楼发生一件事 保全是不是要去池圆 池圆他赶到一个出事地点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他可以边跑边看 也就是说因为他发现有问题 那个镜头跟他的手机的部分结合 所以他可以去指令说 他现在看第几个荧幕 或看哪一个荧幕 甚至于说哪一个荧幕有问题的时候 他通知他 他就可以在边跑边看的过程当中 而且他也可以边看边找备圆 也就是说他另外一个伙伴 也可以掌握到他所谓的共同地点 也可以知道他在哪里 我常说很多社区 其实保全做得非常不好 举个例子来讲 像很多求救信号 那我请问你 不然你试试看看 你大楼如果求救的话 你要一求救的时候 我请问你保全去哪里找 一个地下室 很大的一个地下室停车场 一楼二楼三楼 请问你在哪里求救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今天强调的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 都是比较属于傻瓜型的 那今天我换一个例子 假设逼人 你晚上你有设定保全 那你设定保全之后 你晚上 你发现有小都进来 那现在重点是 你在设定保全的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是 你也把你惊醒了 也把你叫醒了 或whatever 对不对 重点你是要咳嗽到哪跑 还是那个瞬间的时候 保全就已经冲上来了 还是警察都同时都上来了 还是两个都来 像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跟物联网有关了 假设逼来讲 我现在我在家里设计一个 所谓智慧型的监控系统 在公区的部分 在有价值的地方 有价值的地方大概都哪里 都是一些我们讲的就是 装饰墙嘛 古董墙嘛 或者说我们今天放 保全柜的地方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如果做 智慧型判定系统的话 是不是基本上 我又跟保全公司有签约的话 是不是保全那边就会启动了 我们先不论说 它是从哪里进来的 是不是会启动 启动是不是保全的人 就会跟上来了 那当然 基本上我跟保全公司的时候 要有一个防协迫装置 防协迫的协定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有可能歹徒在里面 把我掌握住了 那他当然有一些SOP的部分 要去确认说 这个空间是clean的 对不对 像类似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就是所谓的 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就是所谓的 人跟软硬体整合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做这东西 我们讲物联网的部分 其实就是远端操控 你某一些机器设备 然后或者某些机器设备 去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比较特殊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你可以用在你穿戴制装置 穿戴制装置的话 就是你身上 类似这样 所以他才会强调 所谓的软硬体结合 早期的创业的话 大部分都是比较倾向于软体 大部分是写APP程式 或者写平台程式 这都是纯软体的世界 可是近来的创业发展趋势 是比较趋向于所谓的 软硬体整合 尤其是所谓的硬体创业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尼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